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蹬地低头挺臀扛起 各个技术动作实施时 各个部位发力要顺畅连贯协调有力 近身时施展时 前臂要紧顶对方左腰部充分作为摔跑的重心破坏点 本节课我们继续教学贴身摔中的另一种摔法 加进过背摔 动作要点 上部加进的动作预兆要小 并快速扣紧蹬地挺膝 低头挺臀的各部位发力 要顺畅连贯协调有力 进身时施展时 自身右腰部要紧顶对手身体 充分作为此摔法的重心破坏点 好 防守 当对手运用此技术向我方进攻时 同样可迅速屈膝下蹲进行阻拦 并双手推击对方肩背部位 挣脱对方加进动作 并对方无法施展此摔法 加进过背摔 需要有硬的力量才能将对手背起摔下 所以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几种提高 腰腰腹核心力量训练方法 第一是锻炼腹直肌的两个动作 仰卧起坐 双头起 俄罗斯转起 俯身登山 锻炼 锻炼腰肌的方法有 侧卧起 侧卧支撑 平板支撑 为提高在实战中进行接腿摔的能力 我们平常除了轻炼技法外 还要加强辅助综合 接腿摔的特点 我们可以发现 接腿摔考验着选手的速度和灵活能力 这需要 坚持进行一定量的意识练习和步伐练习 可做快速接腿摔的动作 直翻跑 高抬腿摔 高抬腿 能力于提高我们的速度和灵活能力 我们还需要一些辅助力量练习 比如前后压步 标准蹲起 宽聚蹲起 宽聚蹲起 载聚蹲起 宽聚俯伏撑 载聚俯伏撑 标准俯伏撑 标准俯伏撑 俯伏提吸 波臂跳 以上辅助动作 根据个人情况进行训练 在做身体辅助练习的时候 避免放松而引起受伤 一番错误 其纠正方法 加住进步的位置不牢固 纠正时 因强调身体贴住对方 躯臂夹劲 可单一摘出此动作进行练习 运用摔法师 背不起对方 纠正 因强调以背部 横贴对方 胸腹部 插步转身 低头攻腰 蹬身动作要快速协调 连贯 不断充分练习 发了一点错误 纠正 单一进行手臂 家劳颈部 身体向下弯曲 顶跨蹬地的练习 使得整体摔法动作能够有效进行 当对手运用技术动作时 后脚迅速发力 迅速上步同时 趋右臂夹住对手进步 打断对手的技术动作 运用右侧背部紧贴对手身体 双腿屈膝 使背部紧贴对方牢固 加进把位 紧跟双脚由脚底开始进行发力 挺起膝盖 小腿 腿肠肌发力至腰部 上身肢体 前伏低头 充分配合下肢体动作 向后挺臀发力 利用背部作为摔出通道 将对手背起 摔倒在地 散打中的摔法 出少数一些远距离摔法 如接腿 摇摔外 绝大多数是主动进攻抱摔和接腿摔 如果把戒势 先底别跟靠身四种技巧 结合应用 突出了散打摔法中的筷子特点 那么肯定效果更好 好的 今天的课就到这 咱们下节课学习 接腿摔中的抱腿挑摔 再会